我們現在請我們活動的發言人 我們現在請我們活動的發言人 那我們劉成謙來問我們發言 各位美女朋友大家好 我是這次活動的發言人 公路總局長期以來 對我們弱勢用路人的霸凌 我們今天才會集結在這裡 我們所有的用路人 自小特車族群以外的用路人 我們都不是二等公里 我們也會開車我們也會騎車 但是這樣弱勢情形的叢林法則 上面出現了很多這樣的受害者 罹難者 那這個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逃過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就是要告訴公路總局說 我們受不了了我們受夠了 這場活動啊 我們寄望說公路總局 能夠接受我們的訴求 可以改善 但是我們並不期待 公路總局長期以來啊 這個對於說整個用路人的這個 惡行惡狀啊 我相信大家都立地在乎 那接下來這整個下午 我們就一起對公路總局 喊出我們的怒吼 喊出我們的憤怒 謝謝 我真的用了 今天這一個抗爭 一一非必舒暢 我們不僅僅是要慶祝難回改空車 或者要求政府停止 造成機車更多危險的政策 而是要求政府正式 長期以來全盤錯誤的交通策略 今天 我站在這裡 站在台灣的這個土地上 我的身後是公路總局 他們每年造成3000人的死亡事故 他們是比武漢肺炎還要更危險的病毒 而在我面前的 是一群勇敢的人 一群在交通惡法中掙扎求生的擁路人 在畫上進行機車後 我們這些人的安全就沒了 那些有司機開車的關於人 踩在你們的鮮血上作威作福 奪取你們的父母子女的性命 出於惡意的那些人 年年讓你們面臨勝利死亡 我們的股市破萬點 我們的防疫做到世界第一 但是我們的交通 卻沒有跟世界接軌 那些人平步心雲 而你們的年輕的生命卻一步步流逝 他們躲在象牙坦內 用他們的權力保護自己 卻從來沒有想過 要怎麼樣去保護機車騎士 台灣每天有7個人死於交通事故 而在這場活動結束之前 請各位記住 正有3個人死於交通事故 只要進行機車還在歸歸路上 我們的安全就不存在 只要那些躲在板機背後的野蠻人 還在路上橫行 我們的安全就不存在 只要他們想要把安全的責任 通推給駕駛人 無視危險的道路工程 我們的安全就不存在 只要今天公路總局 繼續打著車種分流的名義 來剝奪你們使用道路的權益 我們的安全就不存在 在今天這些惡行都會停止 這一刻是屬於各位的時刻 那些在車禍中死亡的人民 不會被遺忘 你告訴我 你們是選擇站出來 成為改變這些不公不義的鬥士 還是成為一個等著被輪胎擰過的奴隸 我們會發動我們的引擎 傳說在台灣每一條的道路上 沒有任何的困難可以阻止我們追求自由跟安全的決心 我們準備好跟汽車共享道路 我們準備好在國道上面安全的奔駛 我們準備好在蘇花改的隧道中安全的前進 不論用路輪的人數是多少 我們都應該擁有平等安全用路的權利 今天我們要求公路總局 抬放機三七子長隧道 落實車速車種分流 停止濫用區間測速 而且要加速駕照制度的改革 以及檢討道路公車的疏失 基本上人有選擇移動方式的自由 那從而這個選擇的移動方式 不管你是騎車開車騎車 它呈現出了一種自然反映出 每一個人設定地位的差異 所以如果政策上 它依照你的移動方式去做特別的分類 或者去排除的時候 它等同是在排除特定的設計階層 參與社會活動 這就造成了差別性的待遇 參與社會的不平等 社會階級流動的困難 那尤其現在政府很常 強調說要有青年政策什麼的 但是交通這一塊的政策 通常是沒有辦法被議論 而且甚至不允許被議論的一件事情 那我希望我在這邊剛剛很簡短的 講出來這幾點 希望大家能夠記住 那爭取在馬路上的安全 也爭取自己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謝謝大家 這是什麼 這是罰單 唯一規定兩段是左轉 我說這不是罰單 這是智商稅 收過這張罰單的人 舉手 感謝這麼多有智商的人 跟我一起站在這裡 我是兩個小孩的爸爸 我今年三十幾歲 我一直在用提提提 你們可以說這是舊媒體 在上面 我們只要到八卦板 講事情 就會被說 你們這些二輪 你們這些兩輪的人 又在那裡爭莫名其妙的路權 我們真的不是路權 我們真的是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交通起義 公總常命 交通起義 公總常命 來我們喊最大聲 交通起義 公總常命 公總常命 交通起義 公總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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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 根據我的經驗 我們如果只是開開記者會 群眾距離在這邊 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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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路總局 向政府基幹 去表達我們的怒口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們知道 我們剛剛喔 這金子的數量有點少 我們有拿到金子的朋友 我們把金子拿在手上 沒有拿金子的朋友 我們把我們手舉牌拿在手上 沒有手舉牌的朋友 我們舉起我們的拳頭 我們舉起的拳頭 我們再來喊口號 再來喊口號 交通起 交通起 公總常命 公總常命 交通起 公總常命 公總常命 交通起 交通起 公總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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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起 交通起 公總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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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繼續舉著 這個公總和警察跟我講說 接下來 我們要請他們派代表出來 接陳情書之前 要跟他講 我們也請投身前準備一樣 請投身前準備一下 等一下要接陳情書 但是呢 在遞陳情書之前 我們並沒有給他們難看喔 我們在遞陳情書之前 我們先向那些 因為公路總局 因為 許許多多的單位 政府 政府單位 交通部也好 甚至是包含警政機關 也有這樣的責任 我們用我們手上的名字 用我們的牽頭 用我們的標語 我們現在 撒向天空 來捍衛 來安慰他們的靈魂 我們現在 撒向天空 把名字撒向天空 撒出去 你要往哪裡撒 就往哪裡撒 你要往哪裡撒 我們繼續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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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滾出來 滾出來 你們突然知道我們前面的戲劇場 你們又不要被人家 竹人勝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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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保天都流眼淚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法制做的這些人 他們不敢願 他們不敢抵開台灣的交通環境 他們都流眼淚了 你們還不敢說竹人勝於我 竹人勝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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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們看著我 我將會被你們殺死 請你看著大家 大家將會被你們殺死 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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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講話 什麼戰車啦 為什麼叫人殺死 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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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保持風度 好大家保持風度 大家保持風度 我們來是表達訴求 聽聽看 他們給我們 什麼樣的反應 有什麼樣的 大家公開的說明 來幫我們的長官撐個雨傘 來來來 我們大家陪陪陵雨 對不對 為了這個在道路上死去的同胞們 我們含著血含著淚 來跟你們澄清了 好謝謝長官 好 沒關係 不做說明 但是之前 我們所有的 因為我們每次來開會得到的反應 還有新聞稿出來的東西 都是櫃局所發出來的新聞稿 不是嗎 今天這麼多人 要來的只是聽到一個 到底我們將來會過什麼樣的安全的交通生活 我們覺得我們的生活 受到了剝削 受到了恐嚇 受到了霸凌 現在呢 公路總局的立場 到底是什麼 是希望 繼續讓這些二輪組 我們每個月 天天年年月月 想到就來抗議嗎 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因為這個不用經過立法院就可以改變的事實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到底是 我們今天來這棟大樓 我們來代表車友組織 很多來開過很多次會了 我們今天不是突然這一群車友同胞 來跟你不要 是我們已經開會 開了不下多次的會以後 依然故我傷亡 每年增加每年增加兩三百個四五百個 我們能夠接受嗎 對不對 這樣的公務體系 我們怎麼會有信心 我們將來 我的小孩每天騎車出去 我要每天擔心他 能不能平平安安的回來 算斷一隻手斷一隻腳 還是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他平平安安的回家 這種生活提心吊膽 人民有免於交通恐懼的自由 所以你們說你們今天不表態 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是我們公務總群出來的 開會的議題 六月三十號開放了什麼 開放了紅花牌摩托車 走藏隧道 開放了 開放鬆 開放了 開放了 開放我 開放你 開放大聲一點 我不是這些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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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 誰要死多少人 實際人 都標論你啦 講話啦 講話 尊到人啦 好來 來 各位你們稍待一下 林科長有話跟大家說 來說 講話 你說說說 他提出了什麼東西呢 他提出邀請我們 進去裡面跟他協商 大家同意嗎 協商完之後 好 協商可以開直播嗎 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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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要是想好的進去不能直播 我們都對不起大家 對不對 如果進去我不能直播 你們接受嗎 不行 我也不要當黑箱代表人 有誰想當黑箱代表人的 進去開會 來要舉手 進去 不可以直播 你要不要進去開會 來要開會的舉手 你們都反對 那我怎麼進去開會 你說害死我 沒有 這沒有授權的問題 公共政策 對不對 那好 他們接受陳情書 那是不是我們 來 那好 他們接受陳情書 那是不是我們 你剛才有說 請我們也進去裡面 大家 做一個溝通 是不是 好 溝通多久了 好 那我們 來直播 沒有 所以現在我跟他 先請示一下 到底能不能直播 大家來 沒有直播 沒有直播 我們很想 可以下一個直播 這個是不是公眾的議題 是 是不是 有攸關你們 每個人的生命安全 是 他不給你聽 我要不要進去開會 不要 你不要 我要怎麼 我站在這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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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廁所 好 他們進去請示高層 看能不能直播 大家到這邊等一下 好不好 要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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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倉候 要直播 要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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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進來 哪天快樂 哪天快樂 誰發電話 今天沒有投到我們最自負的打門 我們最痛恨的就是黑箱 所以我也不想去當 所以問你們 你們都反對 所以我現在沒有進去 我站在這裡 大家要幫我作證 對不對 我替大家要求 要直播 要公開 我們講的話 如果你們覺得不對的 當場可以起來發飆 說我們在台上講的話 不代表你們的意見 有沒有 我們剛才講的有沒有代表大家的意見 有 機車 路權助進會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 全助會 還有各個參與的路權組織 有沒有幫大家 爭取大家 應該有的權益 有 所以 我們大家 跟他稍等一下 因為提供 剛才也可以剛才 我們稍安物照 我們讓他去清洗看看 不然不然我們要轉去哪裡 還是行政院 還是總統府 還是要去哪裡 對不對 高速公路 來 有沒有車友要上來跟大家講幾句話的 來來來來來來 齁 他們在裡面討論 我們在外面討論 我們在外面討論 殺了 一圈 時間 做做不好 三大兩千 都沒有一百 一百萬兩個要跳車 趕快 住住 住住 把我給你弄 弄我弄我弄 結果 誰要讓 誰要洗 誰要洗洗我們洗澡腳 大家問大家 誰要洗澡腳呢 啊 我們要復的 我們要復的 老闆姐 不好意思 看看 新客氣 生物節喔 四天啦 36小時也要再兩天 72小時了 你等一下一天可以玩啦 幹什麼我不能用騎車的方式 上國道 各位 我啦 我幼稚園啦 就得癌症了啦 有癌症症出啦 多小一點幾啦 就得頭癌症啦 你現在總補充的 世事健全耶 啊 你叫做我的面對 什麼都要改變 我都改變啦 我一人騎車 我原本一人騎車駕駛 我幹成來騎一人重機 我就為了 為了什麼 為了大家要用入空間啦對不對 對 用入空間啦 你搞什麼都在BSW的 XXX 今天要跟你們買 聽的啦 連拉轉拉大小 XXX XXX XXXX 你們不開入選 10種就是這樣 騎車主 你一看到人在騎士我們 幹 他騎士我們 騎白牌 歐買歐買 騎動車走到騎士 我已經被別人 噢 幹 起死 我別人 寫命快樂 好 好 他把你們的不爽 全部都幹喬出來了 其實呢 他是幫你們幹喬 不是他自己在騎士 對不對 大家都對不對 對 所以說呢 今天在場的各位 不管你騎什麼車 開什麼車 你的駕照 你有幾張駕照啊 很多人都有兩張駕照 不是嗎 你認為你是二輪族還是四輪族 不是 我們是交通公民 道路交通的參與者 對不對 對 我們不是代表二輪族來跟你要路權 我們也要要求 給四輪 可以看到二輪好好騎 我們大家可以平安用路 你不要撞我 你不用去被告什麼 什麼 強制罪啦 傷害啦 過之殺人 是不是這樣子 會 所以呢 我們大家呢 一定要有這個觀念 不是二輪跟四輪跟六輪八輪在搶路權 是我們 該讓則讓 該快則快 該慢則慢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不是限速四十公里啦 大家都四十公里 什麼都專用 就是都不用用了 為什麼 這一條路呢 汽車專用 這一條摩托車專用 這一條腳踏車專用 我問你 你汽車怎麼右轉 都專用啊 對不對 要抓車嗎 這個停在我們舞台的 面對舞台左手邊 一台藍色的Going 藍色的Going 藍色的Going 這個應該 不用喊車牌吧 車主到了 車主到了 OK好沒事了 藍色Going移車 謝謝謝謝 這麼小台車 才停這麼一點點 移來移去移來移去 大台汽車喔 停載路 卡三十五個小時 都不用移 大家都停在國五上面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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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小小的路 建人家停一下 一會兒移左邊 一會兒移右邊 二螺絲三塊喔 一會兒呢 摩托車要停汽車位 都你在規定的 兩邊停的 兩邊停這裡 對不對 兩邊不停的 兩邊這裡不停的 兩邊這裡不停的 兩邊這裡用的 那邊不用的 你有送嗎 沒送對不對 沒送 沒送 現在什麼什麼送 你知道 現在跟阿火送送 阿火最新娘啦 塞車喔 被逼車喔 心裡面那一把火喔 就是靠這把水 把我們淋個 稍微清涼一點啦 但是 火消了沒 還沒有啊 火花落在這裡 這把火很大 對不對 那一 這一軟炮火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幾軟炮火啊 你說的 我說軟炮火喔 軟炮火 對不對 好 我們要把這個火種 持續下去 今天我們不是為了黃牌 紅牌 綠牌 白牌 哪一個車種 來爭取用路 大家是為了我們的 現在 還有將來 再加上幫過去 在道路上 傷亡的同胞 我們來幫他伸冤的啦 對不對 對 對 我們不想成為蠟燭的其中一顆代表 對 讓我們好好的用路 共享路權 我們許台灣一個更平安 更安全的交通未來 這才是我們今天大家來的目的 大家說是不是 對 關心這個議題 感覺真的是蠻感動的 因為說真的 交通 機車路權相關的議題呢 其實我也關心非常久 其實台北市議會不只是我 有很多議員 比如說林隱夢 林亮君 黃玉芬 其實我們都針對這個議題 做過非常多的檢討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其實譬如說 像交通路權 其實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都認為 依照車種分流的方式呢 其實已經有很多研究指出 並不是最好的做法 依照車速 車項分流呢 其實才是最安全的一個 一個作為 在做一個市議員 我去年當選之後 其實我接到最多的這個 各種市民的請願 大概六成就是交通相關的議題 而這六成相關的議題裡面呢 又一半以上跟機車有關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中山北路 很多的機車其實都跟我討論到 哇這個中山北路明明是很大一條 可是呢 機車一定是要只能夠行駛在這個 外側的兩線的慢車道的情況之下 又有非常多的違規停車 加上很多的公車跟計程車 隨時都可能會靠右停停號的情況之下 其實機車其實非常的危險 但事實上這個問題呢 我們也跟這個台北市的交通局 做過非常多的討論 坦白說 這個問題可能 因為講起來非常的長 沒有辦法把這邊好好的 把這個議題陳述清楚 但的確是非常困難解決 但是我們也不斷的在檢討 到底台北市還有哪些路口 是可以開放的 譬如說在我的主導之下 像西原路啊 還有很多的巷口 我們都已經可以開放 直接左轉 因為我也認為 這個機車呢 這個禁止 這個直接左轉 這個做法呢 也不是完全正確的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盡量透過不斷的示範 這個 這個直接開放左轉的方式 來研究到底這個對交通的改善 或者甚至於對交通安全的影響 到底在哪裡 那 不過我也必須要說 做一個市議員 經過了一年的努力之後 其實有很多開放的路口 後來又慢慢的 又被改了回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因為其實 說真的 這個東西來自於說 其實可能當地的里長 或當地的居民 有的時候都會有一些相當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認為這個除了由上而下 就是我們希望影響 不管是今天我們來到這裡抗議的對象 或者是針對影響台北市政府 像這樣的公部門的單位之外 我覺得如何教育我們廣大的社會民眾 到底什麼樣才是一個安全的交通方式 我覺得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今天目前的交通規劃 是民國六十年就開始的 民國六十年的時候呢 根據當時的一個交通大學研究報告 使得我們有了今天的所謂的這個進行機車道 然後呢有了今天的這個這個 不能夠 機車一定要強制待轉的像這些作為 都來自於民國六十年代研究 可是這個民國六十年代交通大學研究 現在其實我認為有很多論點其實是可疑 而且是有問題的 而且也有很多反面的一些證據 但很可惜的是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之後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公部門 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一般的市民 我們都覺得 這個好像才是真正應該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去跟你的父母討論 我想今天來很大多年輕人 你跟他說機車應該要可以直接左轉 我想可能很多人的父母都會 會覺得說哇 這個好像是一個不好的事情吧 感覺很危險 大家都覺得非常不好 所以我覺得 除了我們去影響公部門之外 我想各位這個這個這個 年輕的朋友 我覺得如何影響你身邊的人 甚至於是你自己的父母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何證明我們的做法是對的 我覺得也跟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 有非常的重要的一個關係 我也很高興 今天雖然是機車路全的這個 一個一個倡議的活動 但是呢我們也有看到 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對於這個行人路全的尊重 也有出現在這個活動的一些內容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也說明了 我覺得今天我們這些機車騎士 不單單只是顧重自己的權益而已 其實我們重視的是 整體交通安全的規劃 所以我覺得這個運動呢 非常有很好的一個正面的價值 我也希望不管是今天我們來到了這個地方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整個台灣政府呢 都能夠針對這個議題 提出更好的一個重視 謝謝大家 好我們再次用掌聲 感謝邱惟傑邱藝人 布希希來跟我們介紹 謝謝邱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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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幫他們喊 Optimist 我們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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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來 我們再喊一下我們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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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教偷旗 教偷旗 公眾場面 公眾場面 教偷旗 公眾場面 公眾場面 公眾場面